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布拉格三天两晚的vlog 本期视频是布拉格游玩的第一天 经历了一大早的奔波 终于来到了酒店 整体环境还是不错的 而且在欧洲的酒店 难得遇到有这么全套的设施 比如说吹风机更拖鞋 这还有一个小冰箱 有芬达 现在的建筑风格特别像奥地利的维也纳 因为房子都是沿在一起的 刚刚在一个歌剧院买完了明天的票 现在我们来到了比较有名的火药塔 大家一定记得来吃布拉格网红烟囱冰淇淋 这是香口味的 下面是一个非常厚的面包 我们吃到了布拉格的一个非常经典 有特色的一个小食物 小甜品吧 这个奶油超级鲜 特别香 这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小烟鼠 这是我看到我最恐怖的一版Elsa公主 这是布拉格的天文钟 每隔一小时就会敲响一次 现在还有一分钟到几时 我们在几时就会问他 是有个厨房的维可 塑布拉格的莫药 原来是陌生去吃的 是有吗 你听说交锁了吗 不ников的莫药 可能是宍原来是宍原来是陌生 或者是羊羽毛 她不孤原来是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